词曲 李宗盛 那只好将人生意义品尝 我只希望上帝要帮个忙 既然给了我爱情 为何还要我寻觅 我想要狂悲狂喜 黑色不息 我说你能不能先吃东西再抄呢 否则你现在这个样子 非常容易消化不良的 我这样子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啊 而且我要敢在明天下午之前 把它抄好 交给你 你就可以拿给教授啦 嗯 欧浩辰 如果我把这个笔记超好拿给你 你可以帮我们迎新晚会的事吗 都这个时候啊 你还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啊 这一点都不无聊好不好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 我们博物馆系被称为宾威学科 所以只要你来的话 就会有大群女生来 全校有一半女生来之后 就会有一大堆男生来 到时候我们博物馆系 就会引人注意扬美吐气了 女人这么好 应该不忍心 看我们戏零星晚会 也没有人来吧 因为我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真的看不起头了啦 拜托啦 我帮你把这个笔记抄完 我帮你把这个笔记抄完 一字不漏 你就帮帮我吧 好不好 好吗 我考虑考虑 你答应了 你听我懂中文吗 我是说我考虑考虑 好好好 没有这个世界 第一年存在 好陈 谢谢你陪我 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一整夜 都在这里陪你的 等我真的累了 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快找我啊 快找我 将远我全都编出来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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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咱的每一段不安 闭上眼感觉 这边世界 爱依然存在 你们真是金童玉女啊 看你们俩站在一起啊 这光芒简直让我都睁不开眼睛了 康老师 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请您直说吧 是这样的 我们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准备在十五号的晚上呢 给上官姨举办一个个人的钢琴演奏会 我们想请你为她小提琴伴奏 当然了 这也关系到我们全班荣誉的事情 不知道你那天有没有空呢 有没有空是其次的 你应该先问我感不感兴趣吧 不好意思 十五号晚上的话 你可以帮我们迎新晚会的事吗 好不好 我吗 我考虑考虑 你答应了 你听不懂中文吗 我是说我考虑考虑 好好好 我可能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不好意思啊 是因为要参加迎新晚会吗 正在考虑 那怎么行呢 当然是自己系的事情比较重要了 你怎么能去帮别人呢 不行不行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我有权利为我自己做出决定 不是 你是我们班的学生 你应该考虑到我们班的荣誉 康老师 我看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音乐会的决定本来就有些仓促 我们就不要勉强浩辰同学了 虽然情况不是那么乐观 但是没关系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晚点我们再找其他同学 好了好了好了 不急不急 好沉哪 这样 你再考虑考虑 要不你们两个先沟通一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实在抱歉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抱歉的呀 换做是我 我也不喜欢被别人勉强的感觉啊 况且 你本来就有别的安排吗 那 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为我 放弃参加迎新晚会吗 跟你开玩笑的啦 你今天有空吗 因为事情有点急 我一下子 也很难找到合适的partner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练习一下啊 好 不过我得先回家 拿我的小提琴 那谢谢你了 我们一块儿见 好 是因为迟早早 才拒绝我的吗 是因为迟早早 才拒绝我的吗 提早完工 先去找欧浩臣 给他一个惊喜好了 昊臣吗 我是上官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三点钟 我们音乐教师姐 谢谢你啊 我相信有了你的帮助 我的音乐会一定会非常成功的 嗯 好 难道 难道 难道浩臣已经答应了去上官仪的音乐会吗 可是 他明明答应我 只要我把笔记抄完 他就会考虑参加我们的音信晚会的 这怎么回事啊 早早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你是来找浩臣的吧 他不在 你有事吗 我一会儿跟他见面 可以帮你转达 我 没 没事了 我 我 我先走了 欧浩臣他真的答应了吗 他真的已经答应上官仪了吗 好 不行 我一定要亲眼看到才能相信 要不然 要不然 这本笔记本 到底算是什么吗 嗯 不在家 嗯 笼 它 是 这四位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合作 效果竟然这么好 我只是你的陪衬 你的钢琴才是主角 你这个主角完美了 我这个配角才能如鱼得水 你过奖了 说实话 你不能来参加我的音乐会 我真的很遗憾 毕竟一个好的搭档 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 可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合作一曲 感觉也不错 刚刚你拉得好精彩啊 我都差点跟不上 要不我们再练习一次吧 我还约了一个人 要不你先练着 一会儿我再回来陪你练 失陪了 迟早早 你还在声望什么 放着这样优雅漂亮的上官衣补药 难道真要她跟你一起 去迎新会上班古人吗 可是欧考辰 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 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呢 这个笨蛋 看来已经超完了嘛 怎么样 都超完了啊 我说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 我说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 不好是这记性也跟着不好了是不是啊 上一秒还死皮赖脸的求着我啊 下一秒就跟我装失忆 不然呢 难道我要继续死皮来脸 自取其辱吗 我什么时候侮辱过你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考虑吗 是啊 你是说你会考虑 但不是答应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但是麻烦你 可不可以下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我头脑不好 我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 石草草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讲重点行吗 我的重点就是 如果那天你有更想去的地方 那你就直接去 就算我再怎么死皮赖脸的求你来参加我们的迎新晚会 你都不要答应 我说你是神经病吧你 求我去的也是你 不让我去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是 我什么都不是 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不用考虑我 早早 你怎么了 啊 啊 昊晨的琴 对不起 我 天哪 琴弦断了 对不起啊 都怪我不好 都是我没有保管好 好好的一把琴都怪我 对不起啊 昊晨 你不用道歉 该道歉的应该是另有其人 把自己的情绪发现在别人身上 很高兴是吧 什 什么意思啊 一天过了一天 我的日记却平年 早早 你怎么了 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刚刚在音乐教室好像看到过你 你 你 会以为昊晨要答应参加我的音乐会 所以才生气的吧 早早 你真的误会了 昊晨没有答应我 他其实只是帮我 我只是现在才通知你 你满意了吧 你 没关系 琴弦断了 并不影响我们的原定计划 我们接着回去练习 走太远你 走太远你的味道 听不错 一天 我们一天 无处于记住 这一天 我们觉得太远太远 邓昊辰 果然还是想和上官引起演奏 那才是他的计划 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迟早早 你是不是要求的太多了 你为什么要去勉强昊辰 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居然 还因为人家没有答应你而发脾气 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啊 他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样子 真的好吗 都是因为我的脾气 我破坏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 我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我真的被嫉妒冲昏了头 不不不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你不用这么说的 只是一个误会而已 我就当没听到 你还是可以去参加影星会的 不用了 我说这句话不会更难的 我们话可被约会了 我说这句话 是这句话 general人的目 antig 我请你露菲 早aient玩 你这么说 我误会 能想做什么 这句话 你怎么做 这句话 你怎么做 什么 欧浩晨他不来我们的迎新会了 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早早 你是女主角 欧浩晨怎么能不来参加呢 欧浩晨不参加 迎新晚会肯定没观众了 我们再这么排也没用啊 对啊 他都不来我们还排什么呢 别排了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就是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吗 欧浩晨他不来是他没眼光 我们不稀罕 对啊 我们的大学生活才刚开始嘛 不管受不受欢迎 这都是很值得纪念的啊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准备迎新晚会 况且就算欧浩晨不来 我们也好好排练 因为 欧浩晨 对不起 请问你们是来 我们是来排练的 可是 是我们先到这里来的 对啊 而且我们排的是迎新晚会 学校很重置的 我们排练的也是学校的活动 况且 你们有预定吗 预定 还要预定 没错 如果你们没有预定呢 可以去预定 不过现在 请你们离开 喂 欧浩晨 因为你还是我们室友啊 迟早早的绯闻男友 哎呀 你说 不要说 拉什么拉 不来就是嘛 你不帮我们就算了 干嘛倒踹我们一脚啊 你安得什么心呢你 要这样啊 我们今天就是不走了 怎么样 对 就是不走了 不走了 大家别这样嘛 我们都是同学啊 而且真的就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 所以他这样说也是合理的啊 什么叫合理 不就是这样的自己受欢迎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你 干嘛老是胳膊肘外拐啊 都把你当回事情了 你还向他干嘛 就是啊 我们大家现在不应该站在一起嘛 你到底帮他还帮我们啊 就是啊 我不是这意思 我不是这意思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迟到哪儿 早早 算你们狠 我们走 我们来练吧 嗯 干杯 啊 其实我跟你讲 我跟康老师是同小 她是我师姐 可是你看她呢 就像高档商店里 橱窗里的奢侈品 而我呢 就像市场里的大白菜一样 对不对 哎呦 老师你不要这样讲啦 都是我们害你丢脸了 我发一杯 发一杯 这什么话 你跟我发一杯 哎 要不是老师不够优秀啊 怎么会连累你们被别人看不起呢 啊 哎呦 老师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不用安慰我 这是事实嘛 想到你 我考研用了三年 可老师呢 只用了一个月 这么快啊 这都成为学校经典的段子了 当然了 我们都是黄金圣道士啊 只不过人家康老师呢 是追的人太多 不知道选哪一个 而我呢 爸 妈 对不起 青年又没有家出去 好可怜哦 我也没有家出去 你急个屁啦 但是我跟你讲 老师不自卑 我一点都不自卑 你想 我一辈子不买奢侈品 那也不会影响到生活 嗯 而且我也不会不快乐 你说对不对 对 但是大白菜不一样 大白菜呢 每个人经常要吃 生活必需品 而且 它又实惠 做法又多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适应能力强 我能屈能伸啊 来 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成为橱窗里 金光闪闪的奢侈品 反而呢 作为一个自得其乐 懂得享受生活 承认自己平凡的人 才会更快乐 干杯 早早 你们绝对不能放弃 苏华说得好 只要功夫深 猴子也能变成人 你要相信老师 虽然你们只有五个人 但是在老师眼里 你们就是五十个人啊 梅老师 你说得对 现在连大蒜的价格都涨了 我们大白菜的春天还未远吗 这次的一星会 我们一定会客户万难的 让你在抗老师的面前 扬眉吐气 说得好 我就知道你跟我是同一类人 都是菜市场的大白菜 来 敬大白菜 敬大白菜 喝 多喝点 多喝点 你喝酒了 对啊 跟大白菜 大白菜 你这些告知上的走开 走开 你们都走开了 我还以为你熊啾啾气洋洋地走不掉 会有什么大动作呢 原来就是去喝酒了 喝酒有什么不对吗 就因为我们是大白菜 所以喝酒变缺点了吗 欧后辰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以为我喜欢你 就可以随便伤害我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没有说 就证明你是对的 你要喜欢过人吗 你知道 被自己喜欢的人讨厌 是什么感觉吗 你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你总是高高在上的 你会知道那种 低到尘埃的感觉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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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还不够资格跟你站在一起 可是我只要看到你亮 亮晨晨地站在舞台上 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 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 不管我的心有多痛 我还是 我还是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 因为 还能看到你冲着台下微笑 而我 我就坐在台下 这种感觉 这好像是你对着我笑 只有对着我笑 对着我笑 对着我笑 都练习了那么多次了 还看琴谱 难道欧昊臣也会紧张吗 这么简单的曲子 你觉得我会紧张吗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还简单 你会不会太子大了 这个曲子呢还真的不算难 你竟然号称自己是钢琴公主 那么请问你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你敢试试吗 那好 那我们合奏的曲子就改为第三钢琴协奏曲 如何 随你 不许临阵退缩哦 说到做到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稍等 好 好了 我该上场了 祝你好运 好 好了 好 美珈 有 Li 谢谢 米佳 我这样的胶会不会太浓了一点 会不会有点像鬼啊 不会的 小龙女都这么穿的好吗 真的 你忘了 我可是湿北大学服装设计师的高男生 绝对白神奇 还有 西肚子啊叫你 干什么 干什么 陆宝 你七年了 你不要勒死他好不好 不会了 没事 走走走走 爸爸我好紧张啊 我怕怯场 万一我辞了怎么办 没事的 小柯 你看我台词那么多 现在不要活得好好的吗 只要过了今晚 我们知道猴子变成人了 看到有你在真好 放心 我们大家一定可以的 大家加油啊 加油 加油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你不是在音响师放音乐吗 你跑来这边干嘛 佩玥 佩玥 佩玥给我还找不到了 什么 这 这下麻烦了 不要 肯定没有 那样 碗 因为 非 人 没有 对 人 那样 一点 во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乐剧 笑死人了 来来来 看看还有什么 到底在哪里呀 急死人了 什么面子啊 不知道啊 怎么样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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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你那边有吗 没有啊 怎么样 找到没有 这 就是没有 排练场也没有 都没有 都完蛋了 找到怎么办呢 没 没有音乐 我们演什么音乐剧啊 对啊 完了完了完了 你就说吧 对 接我就说 没什么好招头吧 等一下 大家都冷静一点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一定要完成这个演出 我走了 你不是会跳街舞吗 你上去 我会跳 小心点搬送啊 不然很像做早操哎 搬 搬送 搬送啊 搬送啊 干嘛啊 这也是他们节目 穿的是木乃仪式 他在拍科幻片啊 你看那胖子 穿那个野人似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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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掉什么东西啊 拣起了什么东西 这是 哎哎呀 你看中间那个 长得跟毛脸猴似的 搞什么呀这是 不行了 早操 等一下 我们已经跳了好几段了 真的撑不下去了 对啊 早操 我嗓子都哑了 可是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优盘啊 来 嫂嫂 干脆你先上吧 我 对啊 你是女主角啊 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 我们的女主角就像一个天使 从空中降临 这时天上乌云密布 雷声滚滚 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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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过 过 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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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可笑了 还不如在洗手里看便宜 就是啊 这来之前说了给咱们吃的和喝的 就一瓶泡水和饼干 这就是 这不就是骗人吗 阿哥 请留步阿哥 我的男朋友呢 我们约好了 我要去找他 这时 他留下了无助迷茫的泪水 好烂烂烂 那这样的表演谁能开得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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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都搞砸了 那群笨蛋 都不好吃 现场直播 博物关系全线崩溃 表演混乱 现场失控 观众不断离场 你这冰箭儿又好奇看了 很不忍睹 博物关系 如果还有自知之明的话 还是起早结束这场 史上最灿烈的运行晚会吧 完了 哎呀 拿给我看看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下我们成了学校的笑柄了 走走 反 反正我们就是最后一幕了 我们还是赶紧上台谢幕吧 比戒指读人了 对啊 凡事不可太尽 缘分是必早尽哪 什么 要不 要不我们 不可以 就算台下只有一个观众 我们也要继续表演 这是博物馆系十年来第一次举办迎新晚会 我们不可以放弃 哎 方导 没有华丽的服装 也没有昂贵的道具 甚至连音乐都没有 但是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 我们也会继续表演 是 因为这是博物馆系 对全校的承诺 这个笨蛋 到底在坚持些什么呀 欧豪尘 准备上场了 好的 嗯 喂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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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豪尘 祝你演奏会成功 一定要闪亮登场哦 一遍遍 跑 一遍遍 一遍遍 冲破着那首 minus 我知道我还不够资格跟你站在一起 可是 我只要看到你亮 亮晨晨的站在舞台上 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 不管我的心有多痛 我还是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 还能看到你冲着台下微笑 而我 我就坐在台下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你对着我笑 只有对着我笑 这大概是盛南大学最惨不忍睹的一次迎新晚会吧 没有好吃的东西 没有好看的节目 没有风源人物 最重要的是 连观众都没有 迟早早 也怎么可以这么没用啊 想听见你说 说爱我 开心难过都愿意陪着我 也许会有那一天 也能够被爱发现 你在我身边 一起找寻永恒的起点 想听见你说 说爱我 开心难过都愿意陪着我 也许会有那一天 也能够被爱发现 幸福会显现 在一瞬间 只要你相信 这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